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杜丽芬阿姨的家门楼 大家什么想要了解的 就是打枪和形状 一会儿呢 我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然后新年来的宝宝 给一波关注啊 家人到我们先被关注走起来啊 我给你看一下 之后呢 我们现在到乱找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来到是杜丽芬阿姨的家 但是他们家大门紧锁 具体什么情况呢 我们无情知晓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杜丽芬阿姨家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师傅 您好 请问您认识这家人吗 认识啊 他们一直住这儿 那他们现在是去上班了吗 上班 昨天啊 他们匆匆忙忙的就走了 好像 好像他们有什么事一样 跟我们打了这家电话 一直没有人接听 您看一下 是这个号码吗 谁把他们家消息传出去的 不是我呀 你该不会怀疑我吧 这种方法我们都想得到 人家媒体又不是傻子 他们的方法可比我们多得多 哎呦 这个不太清楚啊 那他们这家人有孩子吗 好像有一个吧 十几岁吧 男孩还是女孩啊 好像是男孩 叫庞彤来着 小鹏 妈 你今天怎么了 我就去买坏电池 马上就回来了 叔叔 外来两个五坏电池 多少钱 多少钱 大爷您好 大爷您好 您能说一下您跟这家的了解吗 他们家呀 不是我们的了解 您在这边住多久了呀 我在这儿二十多年了呢 前前后后 这街坊都挺了解的 但是跟他们家确实有点 你说 他们这家人很奇怪呀 像是躲寨人似的 刚才怀疑我 嘶嘶嘶 干嘛 林书姐又不傻 她当然知道这事 压根不用你传出去 自然有人会找到 抱错孩子那家人 那她也不能这么说啊 她不就那个性格吗 能问你就不错 那我还得谢谢她 我们都没有想到 在知道了真相的庞蓬 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 杜立芬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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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你不要过来 快站过来 我就这样子了 往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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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我们要出来一点事情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妈 他们都往后退了 你快下来吧 我求你了 妈 往后队 妈 你下来吧 干什么呀你 干啥不让拍啊 为了抢新闻 你们就可以不顾别人的性命吗 还拍我的最 杜姐 你记得我吗 十六年前 我们在一家医院生孩子 我就在你隔壁床 你还给我煮过鸡蛋 你下来吧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一开始 我也无法接受 我家明明不是我亲生的 孩子生下来 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当爸 跟孩子一起长大的过程里 才慢慢知道 才慢慢知道如何做一个妈妈 但是 老天爷 有可能和我们俩开了个玩笑 我们必须面对 两个孩子都是咱们的孩子 现在明明就在病床上 现在明明就在病床上 等着她亲妈救命呢 如果你真是她妈 你也心疼不是吗 如果最后 咱们鉴定出来 都搞错了 那也算是给两个孩子一个交代啊 杜姐 杜姐 你下来吧 妈 下来吧 都只有您了 不管我是不是您亲生的儿子 我这辈子 一定会对您好的 妈 你下来吧 我求您了 这边 重新确认一下 东主任 东主任 帮我们鉴定一下吧 我 如果您不知道 我们还是不过 我愿意 我也有 为我 您好 要 请 请 可 applause 我初中毕业后 就没念书了 和我爸妈一起开了一个农家乐 没钱跟我念书了 那 你遗憾吗 其实 我也不知道 那天我在新闻里 看到你们找我的消息 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 我遗憾吗 可能遗憾吧 但这都是命 下面我们就确认一下 大黄明明和杜丽芬的亲属关系吗 我跟我妈打个电话 她怎么还没来 是 对不起 我妈又反悔了 你强势干吗呢 师父 对我郁闷 你说杜丽芬为什么不做亲子鉴定啊 就算她是为了她儿子 都到这份上了 她为什么 她这自欺亲人有意义吗 我说了 我们只是客观的第三方 你不要过多参与客户的生活 你出来 不出 不出 不出你待着吧 不出你待着吧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等会儿回来啊 天儿太热了 我说你买点东西 这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这种取证方式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那不需要出司法鉴定结果 出个普通的就行 师父 我就是想给B亲阿姨一个好的交代 胡闹 那请我来说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张细达 你怎么这么幼稚呢 就算我用你的剪裁做了 法律不会因为你的意气用事网看一面 没有法律效力就是没有法律效力 我们没有权利给他们一个结果 这是规则 你能明白吗 你看 朱几 我知道你在家 朱几 明明快不行了 我求求你 求求她 朱几 你开门哪 我求求你了 你开门 你干什么 你快醒 我 我 我救不了他 我已经拿到了你老公捡定样本 错过了 明明就是你们的孩子 我知道他是我儿子 从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我儿子 那你救他呀 你的亲儿子 救活他 以后咱们两家可以一起生活 我们都有两个孩子 不好吗 我真的救不了他 不是我不想救他 我真的救不了他 我真的救他了 我至于这样躲上你吗 他爸爸 他爸爸应该也可以捡肝的 他爸有肝炎 我们全家人都有肝炎 他人家也没救我 他没有想到你了 我不是想到你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希望看到真相 鉴定结果是真相 可又不是全部的真相 碧谦的胶着无助 独立分的逃避 都让我觉得事实并不是如此的简单 不免让人联想 十六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 他们一家人都有遗传性肝病 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们悄悄替换了隔壁床那个 童天出生的孩子 生活不能杜撰 那小说怎么可以 张细达 你就是个天才 去吃个饭吧 先生 是您叫我代价吗 尾号 四 你看看时间多少时间了 真的不好 一眼了 太来呀 我实在不好意思 我今天那边来的时候有点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个咱们睡的哪个位置 不是 干嘛呀 等什么位置 怎么着 等什么位置 没什么 怎么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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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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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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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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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你这怎么回事 怎么着 是这样的 他们两个喝多了 说话还说不清楚 那这样 二位 那个您这单我不接了 您重新叫 好吗 重新叫 没事 没事 饭没吃完呢 什么 不是 艾姐 怎么干起代价来的 这不晚上没事嘛 干点兼职 都这么晚了 孩子呢 那孩子上同学家去了 那孩子上同学家去了 没事 你看你 忘了艾姐名言了 赚钱使人快乐 艾姐快乐着呢 快回去吃饭去吧 你看你担心哪 快去吧 我走了啊 慢点啊 明天见 张细达 那小说是你写吧 我一看网民小达达就觉得是你了 我昨天半夜才发的 你就看完了 张作家 你好像要红了 这才几个小时热度不是盖的呀 我要红了啊 我又红了啊 我就说我投资建认中心是最对的一件事情 每天都有素材 师傅 我要红了 师傅 网络作家小达达 这杜理飞啊 肯定是故意换的 谁还不想要个健康人的孩子 同意楼上 天呐 原来杜理飞是这样的人啊 无良作者凑热度 我觉得碧琴阿姨好可怜的 不用急着站队吧 怎么样还不一定呢 这什么作者啊 是人想的 我们完全是一个 这个小说的 这本作者就在安格金子电力中心 现在稿安格的进步 不完全的作者 就在这个金子宣布中心客户 大家刷一刷 故意打造了这样一篇小说 大作家 出名了 你这名出来可也太大了 我告诉你啊 这要是让我们忠心倒闭了 让你慰藉我失业了 那让我养不起女儿 我就带着苗票上你家蹭饭去 臭小子 你干嘛 这就辞职了 扔下个烂摊子你准备跑 我想好了 我要接受媒体采访 我要告诉他们 这是我个人行为 跟中兴无关 还算有担当 不过依照我多年网络经验来看 这次这个事情 发酵得又快又准 小说留言和微博上 都有水军在统一行动 发铁带话题 营销号带节奏 这 这太不对了 这就跟他们娱乐圈要上个新戏 或者哪个演员宣传到了后期 想要上热搜 手段一毛一样 这种宣传规模的手段很费钱的 你以为谁都有那个闲钱 来搞你这么一个无名小贝 无名小贝也太伤人了吧 那你觉得这波舆论是针对你 还是针对我们中兴呢 无论是针对谁 反正是祸是我闯出来的 我确实不应该在舆论档口 编转这样的小数 我决定好了 我离开吧 这样对大家都好 张喜达 你真要走啊 姐 刚才跟你开玩笑了 怎么还当真了 我已经决定了 相互再见吧 你不用走 师父 我找你疼我 当我走的事情 我就应该自己承担 赶紧别废话了 干活 我已经解决了 音叔姐 我觉得这事 得跟你汇报一下了 这不只是帮张喜达 个人的忙了 这事背后真的不简单 我找朋友通过 和营销号联系的人 返向也查了他们的行业 你看 音叔 你终于可以约我见面了 好 这次真的是让您破费了 为了我们一个不起眼的 小小鉴定中心 竟然能让您如此兴师动众 这让我突然对自己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原来我的存在 在事业上一直是 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原来你一直这么 忌惮我的能力 这让我突然觉得很开心 刘叔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花钱过水军 能引起这么大的舆论 用同样的方式 也可以替安和平息一轮 如果事态很快平息 这些证据也会消失 否则 这些证据会一起上传到网上 你们诺信家大业大 欺负同行的事情传出去 恐怕不太好听吧 音叔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强势呢 咱俩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的 好好沟通吗 你也知道是以前 我师父留下我啦 我 张西达 回来了 喂 喂 张西达 不是不走了吗 这又怎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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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两个平凡的母亲 都是那次意外的受害者 对于孩子 无论轻伤还是养育都难以割舍 我无比悔恨 我没有想到我那篇独篆的小说 对于杜立芬故意换孩子的说法 竟然会对两个家庭造成这么大 听说你已经正式跟黄明明做过亲子鉴定了 对于黄明明的死你有没有后悔过 如果当初你没有故意换掉两个孩子 从一开始就知道黄明明的病情 是不是就可以尽快治疗呢 请您解释一下吧 对 你解释一下 你解释一下 我妈不爱你 你解释一下 妈 你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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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别跑了 快走快走 快走 立芹阿姨 我们都非常的同情你 听说你打算起诉当时生孩子那家医院 可医院方面认为 是黄明明的亲生母亲 你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而故意换掉了两个婴儿 责任不在医院 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是否起诉杜立芬呢 是啊 您会起诉她吗 说一下 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解释一下 让我们安静一下 求求你们求求大家 让我们安静一下 好 简单说了 是啊 您跟我们说一下吧 走吧 走吧 好了 好了 给你 好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庞彭和杜立芬竟然带着黄明明的捐款消失了 怎么能就跑呢 这是什么路数这是 我也是真没想到 咱们当时催着这黄明明和杜立芬 赶紧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亲自鉴定 这现在怎么还成了人家继承黄明明遗产的证据了呢 给黄明明的捐款全拿走了 全拿走了 这B型阿姨是不是得疯掉啊 这个庞彭也太不是人了吧 这怎么只要钱不要人呢 自己亲妈都不要了 这庞彭真不是个东西你知道吗 没有养他也生他的吧 认钱不认娘 竹子 这样啊 有你往上找线索的办法 把庞彭他们家给找出来 都不用工作是吗 如果这次你还想辞职多管闲事 那我受理 师傅 你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 难道你就想看着B型阿姨这样受到伤害吗 这是别人的家事 你只负责鉴定 而且你看到的真相 跟别人心里想的真相是同一个吗 你的多事只会造成又一次的小说事件 我不同意 师傅 我是谁 我 我是乎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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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我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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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